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可以将一个有问题的function 比如说我们知道它在有些地方不可解析 但是我们要处理它 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理 它就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来处理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domain 大概是这样子 虽然说我们知道domain并没有包含边界 但是我们照样还是先这样子化 假设它有个函数 它analytic的是在这个里面 annulus里面 那么可能在里面 在中心点里面 或者是外面它不可解析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用个极数 来表达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什么 Laurant series 所以Laurant series 基本上是一个generalized Taylor展开是Taylor series OK 那么基本上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代表一件事情 A given function FZ 它是怎么样呢 It's an analytic In and annulus OK 那么在这个里面 外面呢 可能有一些啊 奇异点 Singularity OK 可能有在里面或外面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会包含的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我先把它的形式写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的细节部分 我们再把一些特性 弄在这边 我们先看看Laurant的理论 OK 假设呢 就像刚刚讲的 OK 我们呢 有一个annulus OK annulus 那我们呢 感兴趣的是在这段空间 假设中间有个点呢 叫Z0 假设呢 中间这个圈圈叫C2 外面这个圈圈叫C1 假设我们在里面呢 画一个 轨迹 叫做C 那么我们就说 OK 假设FZ is analytic in an annulus OK in an annulus 那么 我们FZ啊 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写成下面这个式子 请仔细看哦 第一个 Summation N等于 0到无穷大 我后面是Z 减掉Z0 的n次方 那前面呢 就乘上ann 再来一个呢 也是Summation N等于 1到无穷大 现在呢 它不再是从0到无穷大 而是从1到无穷大 因为事实上 0的地方会重复嘛 我们为了避免重复 我们就这样写 这一边呢 会是什么 Z减掉Z0的n次方 它变成在分母的地方 那上面呢 就是bn OK 也就是说 我们展开来 它会可以变成什么 比如说A0 它0次方就没有了嘛 再加上A1 Z减掉Z0 再加上A2 Z减掉Z0的平方 这样一直加 一直加 加上去 这是第一项 然后再加上第二项 第二项就B1 Z减掉Z0 再加上B2 Z减掉Z0的平方 这样一直加上去 OK 它就是这种类的形状 那其中的A0呢 遵守Taylor series的定义 2PI 2PI 分之1的FZ FZ star 除以Z star 减掉Z0的N加1次方 它可以写成这样 其中的Bn 可以写成为 2PI 一样是 对着C来积分 Z star 减掉Z0的 N-1次方 再乘上FZ star D Z star积分 它可以写成这样 OK 好 那我们呢 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是这个变数啊 本身的正的次方向 在这边 另外一个是这个 变数本身 F的次方向 所以就变成在分目 那我们眼光呢 现在要专注在 F的的这一块 所以呢 我们将F的的这个地方啊 the negative powers is called the principal power 我们把它叫做啊 这个重要的 principal power 那 假设它在分目的地方 这一看就知道 Z等于Z0的时候 这一点存在吗 它不存在 因为它发散了 对不对 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呢 它是of the singularity of FZ at Z0 OK 这个主要的部分 的principal part呢 它有个singularity 有个奇异点 就在Z0的上面 OK 那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Lawrence 的这个 theory OK 当然待会我会稍微 算一下 那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眼光啊 要集中在 这一块 我把它 用另外一个颜色 标示一下 我们眼光要集中在 这一项 这一项呢 它是一次方向 上面的系数是B1 OK 那么 我们要把这个B1呢 B1 is called the residue of FZ and Z 我们就把B1的数值 的这个系数 叫做 residue 叫做FZ 在Z0 这一点的residue 因为它在Z0 这一点发散 的residue 那什么叫residue 我们也不晓得嘛 对不对 我们待会来看看 它到底要干嘛 不过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 到底 这一些的代表 到底是 什么意思 OK 好 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好不好 一个来看一下 好 第一件事情呢 假如说 这是一个可解析的函数 在这个领域里面 可解析 那这个函数本身 一定要可以微分 这是基本上的要求 它微分不会变成发散掉 所以呢 它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可以微分 那也就是F呢 它在Z0的这一点的n次方 我们要是这样子来做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对FZ微分嘛 微完分之后 带到Z0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 有个函数是这样子 OK 那么假设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先 先不要说 这个就是那个函数 OK 我们先维持这样子 那我们晓得 从前面的推展呢 它会等于什么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假设 它是可以 怎么样 FZ Is An Analytical Function 也就是它什么地方都要可以解析哦 包括Z0的这一点也要可以 OK 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D 对不对 假设它有个D 它是可以解析的 那么它一定可以微分 这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C呢 这个Path呢 一定要在这个Domain里面 而且是逆时中前进 OK 我们叫做正 但是现在呢 在这个Lower Theory里面呢 我们Dial的这个FZ呢 它却是在一个Annualer里面 它才是可解析的 那么在这个圈圈里面 或Specific的讲 在这个Z0点上面 其实是不可解析的 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本身就有一点点怎么样 麻烦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建构 OK 来建构一个 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特性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 第一个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OK 这个呢 是 正的 Power的地方 这个呢 是负的Power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非负向 对不对 这是负的Power的向 我们先看第一个 OK Now 我们眼光的回到第一个 The Non-negative Power 就是前面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要是看这个的话 这个完全看不出来说 它在Z0的这一点是发散的 其实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个FZ的本身 本来就是定义要在Annualer里面 它才能够被解析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告诉我们这里面 其实是无法解析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建构这件事情呢 从这边建构到这边 我们就用以前最原始的方式 这样我要个Annualer 我怎么做 我用一个 剪掉 一个小的 最后就变成它 这个呢 在这里面全部都可解析 剪完之后 只剩下这个地方可解析 这样我就可以来描述 它本身的一些特性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说 第一个大的地方 我FZ呢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在第一个大的地方的表示是 上面的这个 对不对 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写成 2πi分之一 OK 现在呢 我们将上面的N阶层啊 那个暂时先放到旁边去 OK 暂时先不加进来 C1 C1是什么 C1是 这个叫做C1 所以呢 弄完之后 C1在这个地方 C2在哪边 这个叫C2 弄完之后呢 C2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C1 FZ star 乘上Z star 剪掉Z0 N加一次方 抵Z star 这是第一个 OK 注意一下 现在呢 我们要稍微弄一下 因为我这边积分 是对着Z来积分 我这个地方 是对着Z star 我这边是Z 对不对 你看上面这四指 跟下面四指 有个地方不一样 上面这四指 这边是Z0 所以这边是Z0 这边我不能弄Z0 因为 弄Z0 计完分之后 变成没有Z了 只有Z0 No 我们是Z 所以这个地方 请大家记住 你一定要维持Z 而不是Z0 所以呢 我将它擦掉 用这个 来表示一下 让大家知道 跟上面的不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不知道 剪掉第二个吗 我就来剪 剪掉第二个 第二个就沿着Z2 为了避免变数 重复 我把它写成这样 OK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描述一个FZ 这个FZ呢 is analytic in an annulus 就描述跟上面的 这个不太一样 这是一般我们的通识 我们所认识的 OK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 这个turn呢 这个first turn 这叫第一个turn 这叫第二个turn 第一个turn呢 已经可以完整地表示 FZ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 假设是在这里面 完全analytic 本身的tile展开式的 的一个写法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子一来 是不是我们把 这个第一个turn呢 let 我们把它叫GZ 那是不是就可以定义成 2πi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这个 看作呢 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 an Z 减到Z 0的n次方 我可以这样子 那么 这个就是第一个项 OK 就好像我们建构出那边的第一个项 那这个时候an呢 当然 就可以做了 OK 好 这样子第一个项 有没有问题 看起来反正我们只是重复操作嘛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看 第二个腹的项 the negative power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这边呢 我们需要用到以前啊 一点点东西啊 好 第二个 the negative power 好 the negative power呢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negative power 它所描述的 记住 我们有效空间 是在annulus 这中间 所以我们刚刚来描述 它正的 正的power的这一项呢 我们是看看一个 一个领域呢 被C1所包覆住的内 的里面而已 这个里面而已 但是假设我们来看这边呢 事实上我们要看的是 被C2所包围的这个外面 它才可以解析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Z呢 Lies Outside of C2 OK 那这样子的做法 就跟我们先前做 这第一个的做法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乃是在于说 我们以前在描述 都是描述一个路径的里面 是可解析的 现在要描述这个 就像描述一个路径 C2的外面是可解析的 所以这个时候做法 要稍稍微 有点不太一样 好 我们来探讨几个东西 假设呢 Z0在这边 假设呢 C2在这边 上面有个点 这个点是Z DoublePlant 假设外面有个点 是它可以解析的 的地方 Z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Z DoublePlant 减掉Z0 的绝对值 就是 我这个写的不太好 画的不太好 Z0要在中间 我暂时先把它画成这样 OK 画成个圆 Z DoublePlant 减掉Z0 就是这段距离 跟Z减掉Z0 一定是比较小的嘛 所以你把它除以 Z减掉Z0 的绝对值 一定是小一 这个是一定的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把Z 取到外围 Z DoublePlant 是在这条线上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 吻合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Z DoublePlant 减掉Z的导数 这个有什么用呢 待会我们可以看看 好 第一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碰到 这个equation 你看Z DoublePlant 在哪边 在这边 Z呢在这 所以相当于 两个数的相减 假如说我们要对它 做个极数展开来的时候 要注意到收敛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必须要 把它做个处理 比如说好了 我把这个地方 Z DoublePlant呢 减掉Z0 那么这本来是负Z 那这边是减的 我要把它加回来 是不是要减掉Z0 对不对 这样子呢 Z0都互相杀掉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呢 我做什么事情呢 再来呢 我把这个相呢 我看看 我把哪一个提出来 Z减到Z0提出来 假设我提出来的话 里面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变成 Z DoublePlant 减掉Z0 除以Z减掉Z0 减掉一 分之一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我看看 对不对 没有错嘛 但是你看看 这个值是什么 假如说我们以一个 绝对值的眼光来看 这个值我们希望 它是小于一的 这个待会有好处 但是小于一的 减掉一 这个不太好 我最好把它 电脑关门 一减掉一个 小于一的数字 让它一定小于一 对不对 所以我把负号 摆上去的话呢 会变成负一 前面那个项 我提出来 后面乘上一个项 是什么 E减掉Z DoublePlant 减掉Z0 除以Z减掉Z0 分之一 然后我们眼光呢 现在集中在这个 记不记得 我们先前算过一个 展开式 E减掉Q 可以写成什么 E加上Q 加上Q平方 再向Q三次方 一直加上去 As long as Q 怎么样 小一 记不记得这个 集数 这个记得嘛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像 E减掉一个 小一 E的一个数目字 那么我是否 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按照那边展开来 就变成 Z减掉Z0 分之 负一 这个不动 那里面呢 就变成第一项 E再加上 这个的一次方 再加上 它的两次方 这样一路加下去 对不对 它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那么 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抱歉 这边这两项 简都不应当有这个 难怪我那时候 觉得怪怪 这边有N次方 你才有N加E 我这边根本就 只有E次方嘛 所以没有N加E 就是E OK Sorry 这边是我弄错的 这边是我弄错的 OK 这要N加E OK 因为这边有AN 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项 这项我们还没有处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那个项呢 叫做HZ 我把它定义为 负的 二拍i分之一 沿着C2 FZ double plant 除以 Z double plant 减掉Z的底 Z double plant 对不对 我是不是把这个式子 完全的 超过去 完全的超过去 要G这个分呢 事实上不太容易 但是这一看就知道 里面有个Z double plant 减到Z分之一 是不是它 它是不是变得很多下 没有错吧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它整理一下 OK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展开来 二拍i OK 然后 我们这边积分是Z的 Double plant 所以Z减到Z0 有没有被积到 没有 所以提出来 我把它提出来 哦 这边有负的嘛 负 负负得正 干脆就不要了 OK 然后 这个积分还有一大堆啊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边 我先这样写 第一个 是负1的Z减到Z0 分之一 所以Z减到Z0 我写在这边 负1已经跟前面的负号 互相抵消掉了 然后剩下第一个积分 第一个积分呢 这个已经变成这一项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F Z double plant DZ double plant OK 我可以这样写 再加上第二项 第二项是这个 它分子的地方 有Z减到Z0的两次方 两次方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的积分 还要乘上 这个分子 对不对 分子就是它 Z double plant 减掉Z 增长F Z double plant D Z double plant OK 一直到 DN项 比如说我写一下DN项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C2 Z double plant 减掉Z DN项 FZ double plant D Z double plant 然后再把其他的 通通通放在后面 叫做这个 假设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子写 那就是代表 我只要把N 区近Limit 区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项一定要等一点 对不对 这项是不是一定要等一点 我们那个时候 在检查 Limit的定义的时候 就是说 你可以取到一个大的数值 剩下的Residu的 全部都在后面 它加起来跟你 没什么两样 它会等一个 很小很小很小的数值 所以当我N 越取越大的时候 后面剩下这个部分 就越来越靠近你 最后就是0 对不对 所以当区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会等于0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好像是用N来表示 但是N也 区近到很大的一个数值的 一个 一个东西 OK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式子呢 式子上是什么东西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把它整理在上面这边 我把整理在上面 是不是HZ 我把这个也画掉好了 大家就比较了解 HZ 就可以写成什么 2πi 这一个 2πi跟这个积分 2πi F 对不对 除以 诶 1 对 除以 Z 减掉Z 再加上 第二个 2πi 1 C2 Z Double Plan 减掉Z 乘上F Z Double Plan D Z Double Plan 除以 Z 减掉Z Z Plan 的 平方 继续下来 是不是有Z Z减掉Z 这个叫B1吗 B1在哪边 由这个来描述 对不对 1 B1是不是 1减掉Z 变0 就是这个积分 所以呢 就变成说 我们对于 这一个 annuals 这里面才有效的 才有 可解析的 这个函数 我们确实 可以用 这种方式 把它展开来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一个 就等于 这个减掉这个 大的减掉这个 大的 经过很简单的 expansion 一个简单的分析 告诉我们 它就是第一项 它的展开来 以它的展开式来看 就是第一项 第二项的这个 就是这个负号 我们在这边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 它告诉我 它可以展开成 这个样子 那我发觉 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呢 我们就已经证实了 这样子的 展开来呢 是很好的 一种方式 好 我们现在 再来练习一下 几个展开来的式子 那我们看看 怎么 给你一个equation 你如何对它展开来 OK 让大家有点了解 那紧接着就要 问一件事情 我们做这个游戏 做个老半天 大家干嘛 现在没事干啊 真的是今天太闲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事实上是有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 我们不是说 B1是很重要 它是resitive吗 B1长得什么样子 来我们来写一下 B1长什么样子 B1不就是 Bn等于E嘛 二排I 积分 FZ star 假设按照这边 是Z star DZ star 是不是可以 形成这样子 那这个的积分呢 我是沿着C来积分 OK 那你说 老师 等一下 我这边是C1 这个是C2 但是没关系啊 什么叫C1 我们上次已经有另外一个理论告诉我们 考取的一个理论 我C1的积分 相当于对C的积分 只要这个C比C2大就可以了 我可以这样一直变进去啊 所以我可以把C1直接变成C 就变成它这边的积分形式 好 这有什么重要的呢 讲起来一点都不值得 为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这个 再把它变形一下好不好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积分 CFZ star DZ star 管它了 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变数 一不一样了 我就这样子写 可以吧 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 2排I乘上B1 对不对 重点是怎么样 假设我可以把FZ 这个函数对它展开来 只要我会展开 我就可以知道B1是什么数字 我一旦知道B1是什么数字 我就知道2排I乘上B1是什么 当然就等于2排I乘上B1 但是前面是什么 是这个函数的积分 对着C的积分 C积分怎么积 是绕着一个怎么样 一条线 虽然说这条线都是在可解析 但它里面却包含了一点 抱歉 你没有办法解析的点 这是我们先前没有办法达成的 对不对 先前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假设这个领域里面 全部都是可以解析的 我这样绕一圈的积分就是等于0 对不对 它现在告诉你 假设里面有个洞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它告诉你 很简单 我只要找到一个路径 绕着它 这个路径 我可以一直缩小缩小 缩小到C2 我可以里面一直缩小 看看只要它继续的 可解析就好 直到最后面 把Z0包住就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积分的数值 就有点2排乘上B1 就是了 就变成你有没有在做积分 没有 我要求得这个积分 我不是去做积分的 我是在做这个展开 之后展开完之后 把这个数字选出来 就好了 更进一步 你甚至于根本就不需要展开 我只要搞清楚B1是什么形式 就好了 我干嘛知道这么多东西 这样子就变得很简单 OK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 我们怎么样 用它来做一些展开来